917,9月17号 大家好,下周5点07分 今天挺好,又可以准时开节目 好了,那又好,就是眨眼过完中秋 又很快又一个礼拜 又一个礼拜,这个时间 过得真是飞快 这个礼拜,上个礼拜节目 自从恒生指数升穿了 就是出现了偷暴撤回条例之后 上个礼拜我和政监会投诉旗子的问题 当然没有人跟进,也不会有人跟进 也不会有人开发表 纯粹吹吹,纯粹诸语 当然当然是导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先日晚有人收到料呢 除了特首知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金融佬会知道呢 不知道谁买了呢 那就算了,这些市场中美欺诈 我上一集都说了 好了,今个礼拜,经历过一个礼拜 今天星期二,昨天星期一 五四三 结果上星期呢,就介绍了一只牛症 你都见到一只牛症 上个礼拜三基本上都可以开始给你买到 那天都升得不错 起码升到最高,升到星期五 就是差不多最高位收市 去到二万七千三百多 去到这些位置 那个目标呢,跟我们上一集讲过就是 那个形态,自从那只棍出来之后 升穿二万六千三、六千五的位置 转了弯的了 那这个就没得死手的 没得说就是 喂不是哦,我都是继续看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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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过不是这个时候 它要弹的嘛 好像上一次,今年年头那一阵 弹到上去三万二百八十八 那一模一样 那当时转弯,转身位呢 就是在大概是二万七千四 二万七千四,转身后就下个目标就是三万 就是起码要升二千八点才到目标 结果就去了目标 目标之后,跟着才再跌过 那在那个目标再跌过 那一阵就见了 就是你要沽就在那些地方沽了 现在在那个midway 那现在当然不沽了 所以今天呢,有网友就 在这个付费区里面就问 喂,今天可不可以开红啊 那我就说,我就不建议开红证 不建议开红证 那就因为那个形态呢 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还有还没去到 还没去到那条真正的阻力 好了,看看电脑 看看这个礼拜 过了五个交易日之后 整个恒指的变化是怎样的 好 那就看一幅恒指图啦 那,这画图就上个星期一直 这画图真的很好 这堆顶都已经给你看到这条线是真的存在的 那这条线再拉长一点会去哪里呢 又现在再拉长一点 看看去哪里呢 其实跟上一集那个预测不会差太远 27,800 27,800 看到27,800就是这条线 因为正在扯下来 所以27,800就是这条线的终结目 如果再过多低一点 27,700 27,500 但是我就会看27,500至27,700之间这个区域 那就是会是今次这一个上升浪的定位 你要开红转就在那些位置开 现在开就开不过了 我就觉得现在开就开不过了 好了 至于出现了什么情况 自从这支阳烛出现了之后 一路市由26,600 27,000 就升到上去最高呢星期五那天呢 是去到27,366点的 27,300 那当然跟顶线还有几百点的 就是阻力 还有几百点 但是这个星期今天和今天 昨天星期一就出现了一支小金钟 今天就是烈口低开 配合今天上升的下跌 不过这个星期有一点我上个星期说过了就是S&P和道指是会再创新高的 那么经历那个星期就美股是走上去也都是继续走上去 所以你说短期里面恒指可不可以开红转 可不可以看得很淡 我又没有这么悲观止了 那就跟上个星期的VIL差不多 那第二个信号呢 就是在EMA的信号 EMA的信号出现第二个Buy信号 现在Buy信号都没叫我们close 所以未跌穿这条线 今天这条线在26,700 26,700 就是还有90点 今天的day load就刚刚就被EMA托住了 那接着就找到个support 除非它跌穿 然后出现过类似这里的sell signal close signal close了一个Buy信号 出现过close 而跌穿那条EMA 那就可以再开红转 就是要么就撞了力 要么就跌穿那些重要支持位 你去开 这样才会开 要不然就制不过 还有第三个要求 当跌穿之后 看不见到这一堆这两天的volume 是高的 阴烛的成交量是大的 那这一天你才好做 不然就不要制了 行不行 那就根据这三个条件 你才开红转就稳妥一点 免得开完之后又夹上去 那接着呢 被人盖了几巴 因为短期短时间内是多了 那个Buy-in signal 包括刚才说过的 上星期说过的EMA 那接着第二个就是 盈态 盈态先走 盈态呢 它到了第一个目标 27,400呢 你当它 27,400这个高度 刚刚是一个高低脚的 商品底的第一个目标 那它会做一个correction 跟着再满上去 去第二阵 去第二阵呢 我觉得就会补起 这两个底的difference 那就会是 刚刚就会大概 去到27,600 7,700左右 就走完整个形态 走完整个形态 到时你才考虑 去 去 都不迟了 所以呢 回应网友会问 第一个问题 究竟是不是要沽 我就这样觉得 我就觉得沽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你是等27,700 这些位置 第一或者第二跌穿EMA 跌穿EMA之后 出现EMA的close signal 和那个阴烛之后 的成交量上升 你才狠狠地去 做这个沽空讯号 好了 那今天 问问题呢 就可以留言在 Facebook Facebook 你留言在这里 那就今天 看看第二节 可以解答到你了 好了 那上星期呢 就 恒之 恒之图像都 很简单 今天节目都其实都不是太 很多东西 要说 我想说回几个大型的股票 还有昨天选股那里 我发布了出来的那两个 那我想 第二节花点时间 第一节 说的东西都不是太多 好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 SPI 美股 美股呢 就上个星期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星期五四三二一 上星期是在这些位置 但S&P大概是2980点 最高上升穿过3000点 那就未破新谷 未破历史新谷 那我觉得 破呢 是时间问题 因为 在EMA 那个bicillow 全部出了出来 那第二呢 就ADS 全线上升 那所以 美股升穿 它跌下来之后 这个consolidation 它跌穿 就会是一个 伸延形态 跌下来 接着做个consol 接着再跌 那就到 S&P会下去2750 但是呢 上一集说过了 它不向下跌 反而向上突破 那就是说 这个correction 基本上 就完之后 将会是下一浪上升的 起步点 那所以 会破新谷的机会 是高的 那第三者呢 就导致啦 导致其实和S&P的故事 都是通过 这个通道 穿了之后 继续了下去 那最高呢 就曾经在礼拜五那天 去到27,300 27,172 星期五 星期五个日 最高是27,306 去到那天 那天呢 就都是破不了上一次 这个位的新高啦 那但是 我都是觉得 破是时间问题 都是会破 机会都是大的 那破完之后 就 我相信很多的 这些斩头盘 就会出来的了 那就破完 它又不会 破很多移升 因为你看到 每一次 美股道指 我就当 以这里为例 破完这堆新高 都是破一些 回下来 破一些 然后跌下来 好了 又破一些 又患 又破一些 所以 它不会是 砰砰砰砰砰 就是 几支大洋竹 大洋竹 这样升上去 然后气势如虹 它不是 现在不是这个状态 所以我就觉得 但是这个形势会帮到 港股 未必短期里面 有个大跌 就是有个大跌 就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外围 除了上证之外 就是外围 其实导致 上个礼拜 字架 都是上升着 那至于 这个上证 上证今天 昨天就 高开低收 一颗小的波幅 今天就大跌了 今天跌了 差不多两个百分之 接着就 冲回来 出一些 长的音速 整个图画 都没有改变到 都是三千点有阻力 但是 反过来 上证是 自从那个 Bi-Signal 出现了之后 现在都 基本上都 更加 confirmed 知道 出现了 Bi-Signal 的closing 就是在平均线 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现在没有形态 没有形态 我们用其他 Trend Indicators 唯有是 用其中一个 主要工具 就是 这个 EMA 就是用平均线 用平均线 看看 它有没有 一个 转弯的信号 那就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它没有 头肩顶 又没有什么 双顶 什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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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些 就是没有 reversal 的patterns 所以没有 reversal pattern 的情况之下 我纯粹用 一个平均线的方法 就比较简单 上证 今天跌了 几十点 除此之外 恒指跌了 400 最多跌了 多于400点 最后恒指 都收服了 少许失地 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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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多 跌了330多 如果你反过来 我敢在这些位置 开牛证 我敢开 因为我的斩头很短 短成什么呢 我觉得 可以是26,500 如果你买期指的话 跌穿26,500 就给他了 输28点 upside可以跌 上去274 275 277 那些位置 所以 跌就抵 我自己觉得 个人就抵 那你自己 各下 决定 但是 现在 牛证 买体升 那个 那个方向 没改变 因为形态 没走完 所以 以表面证供 我都是 不建议 这么快 开 同志 刚才说过 我找到这些位置 我敢买上去 就是真的 指示位置 放在大概2,3,8点之下 好了 上个星期 还有选股 选股 没有选股 都没有选股 上个星期 好像没有选股 有个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 两三个星期前 有一只 那只应该叫做 9月2号 1665 1665做得很好 1665 这只 形态也很漂亮 先前介绍过的 指示位置在过3 升穿了之后 就继续 跌穿过了指示位置 接着就 过7 这只是近期做得漂亮的 形态也很好的 上两个星期 都介绍了这只 691 手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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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697 697 都是这个形态 不过今天就 满了下来 但是整体大型态未失的 指示位置 我会放在3.1 仍然持有的可以放3.1做指示 697 和上一集应该上一至两集 都是介绍过 另外一集 175 上次说过 第二节就花了多久的时间 说它是一个头肩底形态 吉利在上星期五星到上14元 上回14元 挺不错的 14元 外于就是 今年7月的顶 也遇到阻力 今天也有一点回吐 但是回吐得利 它的EMA 那个信号是强了 又可以买入 现在它已经变成红色 红色是什么呢 即是7条EMA 最快的那一条 已经是升高过另外的六条 所以这个 反而吉利还在 那个随机指数 即是摇摆指数 因为在这个trend market里面 反过来 随机指数的高位培回 也是另外一个 摇摆指数 是一个高位培回 也是一个强的信号 吉利其实 短期里面 形态无变 都是头肩底 上个个星期 花了多少时间 但讲解过这个头肩底 都是重了头肩底要求的 左肩右肩 那头底 就10.5元 你当它颈算是12.6元 大概是2元左右 2元这12元 大概是14.6元左右 去到这些位置 应该是头肩底的目标 就是说升穿 其实就算 你说一定是14.6元 上个星期五 去到14.2元 这些高位 最高这些 上个星期 没错了 14.6元 都已经不错了 因为头肩底之后 都升了三个个多 理论上目标价 还未到 还未走完 还有这一堆 突破之前 这一堆 买了的票 基本上都未走 这一堆 你看这一堆 阳竹的成交量 加上突破之后 这一堆 两组比较大的 入场的人 应该就未散水了 你看那些 成交量 阳竹 你看到这些人 还未散水 所以这一堆 就很大机会 都未炒完 好了 至于黄金股 我的118 我都是 你的申报 我还继续持有 都闭上眼睛 看都没看到 虽然 一个比较 失望的讯号 就是 buy signal 已经closed 出现了 closed signal 就是说 如果你是 跟个讯号买 而跟个讯号走 应该要跟个讯号走 已经倒了 不过 我今次这一堂 是 倒整个黄金的大趋势 要升的话 我个人 就再持有 久一点 短期 我都 不考虑 去离开止了 这一刻 1818 大致上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 说的 大概是这几只股票 今天 选股又有两只 两只 昨天铺了一只 今天再说多一只 还有 昨天铺了一只六零多 那只六零多 第二节 我会再说 前后三只 尤其是第二只选股 我觉得挺有趣的 可以拼一下 拼得过的 第二节回来花点时间讲一下那三天的选顾 休息一会 回来五分钟